中年男人有兩個問題啊 第一個是名字越來越容易難記 對有一次我去上個節目 然後看那個腳本我差點瘋掉了 因為又是地名又是人民 啊那個人在哪個地名又做的事情 然後人民又一大堆 我想說這個腳本怎麼做 我連記一個名字都很難了 那第二個最大的問題 你後來有沒有去上 後來他有技巧性的就是 沒有叫我背那麼多名字 就是講大綱啊 那節目就這樣做啊 就這樣混過去了 他一直對我很客氣 因為我們的口才好嘛 你不知道我從林口坐車 上那個電視台 總共大概花了半個小時 那半個小時全部都在背那個腳本 真的啊 連到林口只有一個電視台 從林口到台北 從林口到台北 坐計程車就在背了半個小時 那天正好坐計程車 如果自己開車沒有辦法背 然後背了多痛苦 然後我快到那個電視台的時候 就跟氣勢說 我跟你講喔 那個名字我就少背喔 我就把那個故事講一下 他說OK啦 沒問題啊 金兵哥我們相信你 就內視完之後就沒有再找我 不是啦 開玩笑的開玩笑 這是有階段性的 第一件事情喔 就是你覺得 不會認為說 那麼早就會到自己身上來 我指的是 就是這種社務線的問題 他的狀況已經開始說 你尿不完 因為以前我們都有個時間嘛 差不多時間到了 好就算可以收工走人嘛 就發現到時間到了 收工了他不走人 就會讓你的整個 回到家的時候 你的褲子就是有那很濃的 那個燒味 然後 對 非常不乾淨 你好慘喔 對 那一開始 那一開始的時候呢 通常這個都差不多 75到80歲 一開始你 你不會相信這件事情發生在你身上 我給你講真的 因為以前我會照顧阿公阿嬤 那個都是那個年紀的時候 你就進去說 哇怎麼房間有這種味道這麼嚴重 所以後來我太太 其實你已經快到了 對 我其實是50歲的身體 但是50的年紀 但是70歲的身體 然後我太太就覺得 因為他就 因為是親密的愛人嘛 所以他就會感受到 他就一直逼我吃南瓜醬油 而且強迫一定要吃喔 那後來我才發現說 對這個社務型的問題 可能真的越嚴重了 所以你知道我現在上廁所 就豪爭以下 手機拿出來 然後姿勢擺好 開始滑手機 你就不要管時間了 對嘛 反正就天章地久 時間比較好過 對 拖嘛 拖啊 所以不如我旁邊有多少年輕人 來來回回 這個世界對我來說 時間是禁止的 我跟你講喔 汪傑銘的手機 你最好不要拿 欸拜託 那個 不是什麼 不是 這個一定要 傑銘我剛剛沒有給你握手 一定要跟正 這樣子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你是哪一手拿手機 不是 不是 他的動作是這樣 來一定要講 前面不是一個平台嗎 所以你就會 當 該那個弄完之後 你就把手機拿過來 就開始 靠在上面 要稍微靠近 開始滑嘛 對嘛 他們一邊滑是背腳本啊 就開始背腳本 然後等到他實現 因為你不能 一定要到他完全結束 不要抽身而折 繼續下去 太痛苦了 所以一定要 到那個感覺全部結束完畢 大概時間會有一點啊 不過應該還好 那當然偶爾說 狀況好的時候 是一次完成 像說今天很好 對 就會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出來的時候 一定會按那個洗手乳 把手洗乾淨 然後用紙擦乾淨 那邊把手機也洗一遍 你說洗手機嗎 我都把一邊洗手機 等你洗完又要尿了 倒還好 你看我 其實我坦白講 節目來 我進來這個節目之前 我就在想 我要不要先上個廁所 因為那時候有 有一點想到的感覺 可是你看我現在坐這邊 還很穩 可是 忘了你 忘了你講完之後 我很震驚耶 我也是耶 因為上個禮拜啊 我跟老公 還有小孩一起出去 然後老公就說 進去上 進去男廁上廁所 然後我從女廁出來的時候 從那個鏡子引到 她在滑手機 然後出來我就罵她說 你上個廁所 也要滑手機幹嘛 難道 對啊 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 很鮮勁耶 對啊 也有這個健康啊 所以你要買南瓜子油給她吃 對啊 好不好 這很重要 就是你很正常的就是 你也知道你不要急 因為這是急不得 急不得 而且你急的時候 反而就你 就身體會有那個味道 所以你最好的方式就是 就是滑 因為你很討厭 但是你太太說了一句話說 進了房間都是尿沙味 你會覺得男人這樣子 這是什麼世界 好歹我們也曾經 揮正紫胖 不是有全身紫尿褲嗎 真的喔 還沒辦法變很多 是就你就感覺到啊 我們是凡人 我們就是以前的勇猛 就是讓年輕人繼續下去 就看著我兒子 就是聽到他的洗手間 很強的時候 就會告訴自己這件事情 我以前二十幾歲的時候 也跟我兒子一樣 對不對 我以前是 我以前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